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老實說 響國歌無論如何都不對 如果一個球員或一隊球員表現不好 你響他 響他的表現就有道理 你響國歌 坦白講 港隊也是那首國歌 中國隊也是那首國歌 你響的時候 其實你響港隊 明明他們很專心地在聽的時候 你去響 其實影響球員情緒 對兩隊都不好 對港隊尤其不好 還要是主場 主場其實從來應該歡呼聲多過響聲 哪有一場招 譬如你去曼聯 就曼聯會歌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響呢 對方都不敢響你 庚何鋒還要自己響 影響球員情緒 實際上對球員的表現都不好 更何況這當然是沒有禮貌的行為 你無緣無故被一個口吃人去說你 真是無謂的 還有 現在你公理點想 國際足協罰過你 罰過你香港 還要在主場圍多次 隨時還有機會判你輸 我當你情緒反應多大都好 現實點 你無緣無故那麼辛苦守候 我最後判你輸 就超不抵的 最後說多一句 坦白說 你虛擬有甚麼位置 你說你有言論自由 情緒發洩 沒問題的 只不過 你的言行 你集體的人 如何跟隨情緒 做些甚麼 groove 正正正反映你這個地方人 民族性 文化背景是甚麼 你說的 現在全世界看 甚至乎在香港人當中 有多少人支持你這個幫人 visit 你說我否會投資呢 何必不 środ 你就預料人家 怎麼看你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